有关乎于康熙朝最后的九子夺嫡 我们都知道后面胜出的是雍正皇帝 他叫印珍 今天我们说的这件秘宝 就跟雍正皇帝印珍有关 这是一幅画 这幅画的名字叫做印珍庚之图 为什么要用一张雍正的画来讲康熙朝的事呢 其实这张画里面的玄机非常多 不但能够看得出康熙和雍正两人父子的关系 还特别能够说明康熙时期的一项执政思想 什么思想呢 就是重视农业 古代的说法呢 叫做重视农丧 农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耕地啊 农业 丧就是丧残的意思 养残就是仿织业 我们说南耕女支 就是古代的农业生产 农丧和南耕女支一回事 为什么要重视农业呢 因为中国自古都是一个农业大国 是一个个勤劳的农民家庭 它组成了这个国家的巨大财富 而康熙那会儿啊 欧洲人都知道 就知道中国人具有钱 世界首富啊 遍地流油 超有钱靠的是什么呢 就是靠的农丧 这个道理其实康熙非常明白 那在康熙第二次南巡的时候 有人送了他一幅 耕之图 我们说吧 南耕女支 耕之图和农丧一回事 他是讲什么的呢 就是描绘耕作和桑散养枝 制造的场景和详细的这种生产过程 相当于是一个农业知识的科普手册 那康熙非常喜欢啊 马上让宫廷画师照着画了一套 有耕图23幅和支图23幅 一共这是46幅图像 他自己呢 还亲自作序提示 然后印制出来发给大家 其实这个事呢 都还不算什么 找人画个画 很多皇帝会做这种政治宣教啊 而康熙真的特别重视农业 可以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他自己都会耕地 你说自己会耕地的皇帝有多少个呀 没几个吧 朱元璋 明代朱元璋那是农民出身的 确实会耕地 可是康熙从小是作为皇族长大的 他是怎么学会耕地的这事啊 都是个谜 康熙呢在祭祀的时候 当时有个仪式叫做清耕礼 就是皇帝要亲自在一块耕地上 自己或者请大臣代替示范耕作 然后呢作为天下的表率 一般来讲的皇帝呢 都是找人代劳 或者说呢 别人把这个地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弄好了 他就上去撒两把种子 就是意思一下 装装样子 但是康熙的清耕礼 是在仙农坛 亲自拿着鞭子赶着牛 用这个爬地翻地的工具 自己把这块地给真正的耕好了 后来嘉庆皇帝也想干一样的事儿 也在仙农坛赶牛 结果呢 他遭遇了这个耕牛不听话 嘉庆皇帝也不会赶 这牛也就是不服 在那不动 这场面就非常尴尬 可见啊 用耕牛耕地 它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 但是康熙没有问题 他甚至还有公开秀 他还公开耕过地 他在今天的河北这块地方啊 亲自耕过一块老乡的地 据说当时十里八乡的人 都过来围观 有上万人 就看到 这个田野之中 有一个比较瘦小的人 但是穿得很光鲜 在那耕田 士兵围着他 还说这个人是谁啊 有人就小声说 这可是当今天子 这就是皇帝 皇帝在亲自示范耕田啊 这种榜样的力量 你想想多么强大 这种鼓励老百姓去生产 去种田的力量 是很强大的 康熙啊 甚至还亲自种过实验田 他改良过一种稻米的品种 这种稻米呢 让他六月份就早熟 这个都属于是科学家了 对吧 这个属于是农业科学院干的活了 所以说康熙是真的很厉害 那么一个真的很重视农业的皇帝 找画师把这个江南的耕枝图 画成宫廷版了 那跟咱们这幅 印针耕枝图有什么关系啊 那上面画的这些个农夫 嘿 不是别人 后面那个管事儿的 就是印针本人和家眷 在枝图上 后面那个管事儿的 就是印针的迪福晋 是他老婆 我们都知道印针就是后来的雍正 四皇子四阿哥 后来叫四爷 他把自己画到这个耕枝图里 是干什么事儿去呢 大家应该都可以猜到吧 是为了讨好他的爸爸 康熙皇帝 这幅画我看了之后啊 觉得妙 真的巧妙 这个马屁拍的真是太到位了 而且不留痕迹 像春风细雨一样油润啊 还大大方方的不做作 太棒了 对不起 感谢观看